而霍连县文化局这是针对了全县13乡镇市立公共图书馆来进行评鉴 霍连市立图书馆再度拔得头筹 连续四年蝉联全县基优图书馆的冠军 市长为佳贤是感谢同仁的努力 未来也将会持续的来加强软硬体设施 开办各项的活动 让每一位乡亲都能够在阅读中获得满满的收获 我们要颁发奖金第一名是3万5千元 霍连市立图书馆今年再度拔得头筹 连续四年蝉联全县基优图书馆冠军 文化局日前在114年台湾阅读节 书香嘉年华活动中特别颁奖表扬 而霍连市图则是获得第一名的殊荣 除了持续以往优质的服务外 也因应去年4月起疫情延烧所推出许多创新做法备受肯定 那在这次13乡镇的评鉴里面 霍连市公所得到营运基优第一名的一个奖上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图书馆的同仁 真的非常辛苦 尤其是今年疫情阶段 那也创新了不少的一个做法 像宅配我们一些阅读的一个书籍到各个家庭的家里面 不论你喜欢什么书籍应有尽有 那再来就是我们电子书的部分 因疫情的关系有做了相关的一个开版 更增加了更多的一个书目 可以给大家来做相关选择 那我们因应明年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些阅读的习惯 增加更多的一个图书跟长书 所以我们编列了90万增加了非常多的预算 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们 或大小朋友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书 可以到图书馆里面去做相关的选择 那我们希望喜欢图书的朋友们 多多来到我们图书馆 一定有很棒的一个收获 希望大家多多来花蓮市立图书馆 不论是游玩也好 读书也好 都有各种不同的活动 花蓮市立图书馆除了本馆 在市区还有包括儿童馆 乐林馆 会让文创生活艺能教室 提供分零分钟阅读 不同馆设也会针对年龄层级阅读者 举办相关主题活动 市长威嘉仙也欢迎喜欢阅读的朋友 可以多多前往市立图书馆走动 相信一定会有满满收获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